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学习使用Fork系统调用来创建进程 那么创建进程我觉得是属于非常重要的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即使同学们不了解这个新语言 我们也希望同学们可以了解Fork系统调用 来理解这里面创建进程的过程 那么其他的语言比如说Java语言或者是Python等等 他们在创建新的进程的时候 在底层都是使用Fork函数来创建新的进程的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来学习新语言的Fork系统调用 那么Fork函数也是一个系统调用 它是用于创建新的进程的 那么当使用Fork函数的时候 它创建了进程 新的进程它的初始化状态与副进程一模一样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学习了 对于进程它有进程空间 包括这个内存以及一些内核态的一些东西 那么当这个新的进程被创建的时候 它的进程空间里面的内容 与这个副进程是一模一样的 初始化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它们拥有的变量 以及包括它们拥有的逻辑空间等等都是一样的 那么创建之后呢 系统才会为这个Fork的进程分配新的资源 包括内存资源 CPU资源等等的 那么对于这个Fork函数调用呢 它的使用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这个Fork系统调用呢 它是没有参数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Fork函数 它调用一次会返回两次 分别返回这个止进程ID 以及这个0 那么对于函数 一般呢都是返回一次的 那么在这里面这个Fork函数 会返回两次 非常的诡异 也是这个Fork函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那么为什么这个Fork函数会返回两次呢 那么在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当我们使用这个Fork系统调用的时候呢 止进程它的初始化的状态 与这个复进程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个复进程 它调用Fork的时候 当它创建完这个进程的时候 那么立即的这个止进程呢 它也拥有这个Fork函数的逻辑 因此呢 这个Fork函数会返回两次 第一次是由这个复进程所返回的 第二次是由这个止进程所返回的 因此在这里面 这个复卡函数会返回两次 那么在这里面返回的止进程ID 以及这个0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当返回止进程ID的 那么这一个就是复进程 如果返回0的话 那么就是止进程 那么我们在对用Fork之后呢 如何判断这个进程是复进程 还是止进程呢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Fork函数返回的值来判断的 那么当它返回的是0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它是止进程所返回的 如果这个Fork所返回的是止进程的ID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判断它是复进程所返回的 那么这个Fork函数也是我们学习的第一个系统调用的函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使用这个Fork函数来创建这个进程 来到Linux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创建了一个叫ForkDemo的CPP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我们将会在这里面演示怎么样使用这个Fork系统调用 那么对于这个Fork系统调用呢 我们首先定义一个进程ID PID 接着我们就使用这个Fork函数了 非常简单 这个Fork函数它是没有参数的 直接的调用就可以了 那么调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返回进行一个判断 PID的判断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这个PID呢 它会返回两次 那么如果它等于0的话 就表示说这个进程呢 它是止进程所返回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输出 说这是一个止进程 对吧 然后呢 如果 else if 如果这个PID 大于0的话 就表示说 这一个是这个附进程所返回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判断 这是一个附进程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 这个 这个 止进程的ID给打印出来 止进程ID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异常的判断 就是这个 PID有可能小于0 那么小于0呢 一般就是这个 属于这个进程 没有成功创建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输出说 这个创 创 创建进程失败 对吧 最后返回 那么这样子 我们就使用了这个 fork系统调用 来实现了这个创建 止进程的操作 那么接着我们把它跑起来 先编译 哎呦 这里面编译有一些错误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面少了一个小于号 编译 好的 执行看一下 这里面看到输出了两个 这是一个复进程 那么 指进程的ID是这个4607 那么下面呢 还输出了这个 这是一个指进程 也就是说 我执行了一次这个 fork demo 但是呢 在这个 if else分支里面呢 两个分支都已经走到了 说明这个 fork函数 它确实是返回两次的 那么 除了这个fork函数 被返回两次以外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当使用这个fork 创建一个直进程的时候 这个直进程 初始化的内存状态呢 与这个复进程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也来验证一下 这个说法是否是正确的 那么在这个逻辑空间里面呢 我们定义一个number 把它的直 设为这个888 那么在这里面 如果它是 直进程的话 我们首先把这个number给输出来 number in some process 表示这个是在直进程 打印的number 然后呢 在这个复进程呢 我们也打印出来 number in 对吧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判断 这个新创建的直进程 它是否继承了 这个复进程的逻辑空间 然后呢 打印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直进程 创建一个死循环 那么在这个死循环里面 我们每次把这个number加等一 并且把它打印出来 然后slip一秒 那么同样的 对于这个 复进程呢 我们也同样的有一个死循环 那么在这个复进程里面 每次都减一 并且也把它打印出来 好的 推出 编译 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个fork demo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输出 那么首先呢 返回的是复进程返回的 那么复进程呢 返回它的直进程ID 是个4651 那么这个时候 先输出这个number in father process 表示说这个number 是在复进程里面的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值是888 接着是减一了 减一之后是887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指进程也执行了 那么这个时候输出 这是一个指进程 并且把这个number给打印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number呢 它的初始值也是888 同时 number in father process呢 减一 指进程 加一 减一 加一 减一 加一 说明 初始的状态 这个number呢 是一样的 但是呢 随着 指进程和这个复进程逻辑的不一样 这个number就分道扬镳了 也就是说 初始化的状态 指进程的内存空间 与这个复进程内存空间 是一样的 但是呢 随着他们逻辑走向不一样 他们的内存空间 将走向不一样 那么这一个就是 Folk函数 它另外的一个重要的特性 那么这一个 也是需要大家所记住的 那么回到PPT 那么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刚才的Folk系统调用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Folk呢 它的调用是没有参数的 并且这个Folk 它会返回两次 分别返回这个 指进程的ID 以及这个0 返回这个指进程ID的呢 是复进程 而返回0的呢 是这个指进程 那么这个Folk函数呢 也是我们所学习的 第一个系统调用 那么这个Folk函数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调用这个Folk函数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进程 那么不管是别的语言 不管是Java语言 不管是这个Python呢 还是PHP等等的语言呢 他们在底层 创建新的进程的时候 它其实都是调用这个Folk 系统调用的 那么下来之后呢 同学们也可以使用老师 所提供的代码 来创建自己的进程 好的 那么这期课的内容 就到这里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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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